再过几天就是腊月出发 左营区新夏里 汉佛光山南平别院河畔 腊八粥分送活动 志工们除了先忙着配料外 一早起来就忙着煮粥 再分送给陆氏民众 希望能分享佛陀晨道的喜悦 民众在去到这晚热乎乎的腊八粥后 也能感受到社会这股温暖 一份一份腊八粥的配料 要分切泡水 北市志工们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 今天一大早天一亮 好几个大锅就开始煮米下配料 要熬煮两个小时 整个粥才会软烂好入口 好几个志工顾着一个大锅不停搅动 还不识查看米有没有煮烂 非常耐心地熬煮每一碗粥 而粥煮好了志工们就放进油条青菜 让整碗粥色香味俱全 这一次预计制作八千份给弱氏民众 今天最高的说最高的 他们叫来吃热吃变的我说好了 准备了八千碗的腊八粥 跟我们别人的志工 跟我们里面的志工 都忙了一整天 准备分送给弱氏团体 跟一些礼民 腊月初八是佛陀成道的日子 因此制作腊八粥和大众分享这份喜悦 左营区新夏里每年都会和 冯光山南平分院合办 藉由分送腊八粥活动关怀弱势民众 火冠山南平别院和我们新夏里办公处 今天在农历12月8号来这里煮腊八粥 希望大家吃了腊八粥以后 大家可以更平安 大家可以更顺利 可以更平安 大家可以更快乐 为大家要吃平安 你们就吃 感恩 一碗腊八粥清甜可口 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配料 不过在冷冷的寒冬里 对一些贫苦生活的人们来说 是一种温馨的关怀温暖人心 南平别院那八粥战 港东新闻林亭阳 赖以昌邦采访报导